我们要断开门 断开钞 断开钞 本次事件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福尔地市 2024年7月28日凌晨1点左右 福尔地警方接到了一名男子 从公寓内打来的报警电话称 她的妹妹正在经历精神健康危机 急需救护车将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随后调度员告诉这名男子 为了医护人员的安全 他们将会派遣警察一同赶往现场 事后我们得知 报警人的妹妹是25岁的维多利亚里 离早在多年前就被诊断 患有中度的抑郁以及轻度的狂躁 此时的她正在床上打滚并大喊大叫 而里的哥哥在打完电话后立即就感到了后悔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让警察到场 很容易将事态升级 于是里的哥哥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 试图阻止警察的到来 大约十分钟后 一号警员托尼皮肯斯率先赶到了现场 并和里的哥哥进行了简短的交流 尽管对方仍然不想让警察和妹妹接触 随后托尼警员打开了房门 看到了正式发病中的李女士 以及她的母亲 李女士没说几句便直接关上了房门 与此同时另外七名警员也在一名亚裔主管的带领下携带着盾牌赶到了现场 由于担心李会伤害自己的母亲 托尼警员隔着房门发出了警告 我们要打开了 你收拾一下 我呢 你 pinky 你拒絕了 我不是想看你 你拒絕了 我在里面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就是 我可以看到你 我可以弄你 我可以了 你去掉下� 我可以弄你 我可以弄你去掉下烟 不可以弄你去掉下ux 去掉下 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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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 soprattutto 把他打下 把盒子 我们把他装下的 尽管准备了电击枪和盾牌 且周围站满了同事 托尼警员还是毫不犹豫地使用了致命武力 究竟他面对的是怎样的威胁呢 我们来换到托尼警员的视角 可以看到就在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李女士不顾母亲的阻拦提着一只水桶冲向了警员 虽然他的体型和警员相比十分矮小 但这只武家轮的桶在装满水后足有19公斤重 于是托尼警员立即扣动了扳机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 现场的警员们一直在喊放下刀 但画面中无法看清李女士的左手拿的是什么 她的母亲在事后表示 那把刀早已被扔在了地板上 然而报警人之前的确提到过妹妹有刀 再加上她又对警员发出过威胁 因此警员们就默认为 她的手里是拿着刀的 不久后 医护人员赶到了现场 并将李女士送往医院抢救 但已经是无力回天了 警员们在公寓的地板上找到了一把折叠刀 目前警方尚不确定 这把刀当时是否在李女士的手中 枪击事件发生后 立即在新泽西州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李女士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称 女儿多年前被诊断出躁郁症后 便通过音乐创作等方式来缓解病情 此前没有过任何的暴力行为 但警方却不必要地使用了致命武力 另外还有很多网友表示 在美国永远不要因为精神健康危机 而打电话给警察求助 因为他们通常会采取军事化的应对方式 而不是呼叫心理健康专家 但无论如何 本次事件中除了李女士本人外 最受打击的应该就是报警的哥哥了 或许她的一生都将会处于悔恨和自责当中 目前李女士的家人 已经聘请了律师 准备对当地警局和政府提起诉讼 开枪的托尼警员 则被安排了行政休假接受调查 他已经加入执法部门超过五年 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当时的状况 我认为托尼警员 大概率不会受到刑事指控 或许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达成和解 然后李的家人从政府获得赔偿 对于本次事件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